张柏芝怀孕三个月?承认男友戏圈外人,谢霆锋却这样回应。 提起张柏芝大家首先想到的燕照们的风波。 因为一件别人犯的错,却被众人惩戒的可怜的女人。 如果没有那件事的话,相信她会是一个很幸福的女人。 拥有着娇好的面容和身材,拥有一个自己爱的男人和两个可爱的孩子。 众所周知,张柏芝的前夫是谢霆锋,那时候的谢霆锋简直是所有女人的梦中情人,有着桀奥不逊的外表。 给人一种坏坏的感觉却没有办法讨厌,反而喜欢的要死。 对,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男人。 给予张柏芝幸福,也给予了张柏芝的痛苦。 在这件燕照门的事件发生后,谢霆锋再隐忍了几个月后。 终于无法忍受,与张柏芝离婚,两个儿子一个都没有药权都归张柏芝抚养。 在之后离婚几年张柏芝其实对谢霆锋一直都没能忘记。 一直坚守着谢霆锋会回来的幻想中。 结果是与怨为,在离婚一年后谢霆锋便传出与王菲复合的消息。 然后便不断传出王菲怀孕什么的。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心疼着张柏芝,大家都纷纷去安慰她。 她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一直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 不得不说,两个小孩都教育得很好。也遗传了谢霆锋和张柏芝高颜值。 现在谢霆锋都有陪伴依靠。 众网友都催起张柏芝,大家都希望她也能有个依靠,个爱自己的人。 就在近日,张柏芝说出自己已经怀孕三个月。真是平地一声惊雷起。 问起张柏芝男友是谁?张柏芝说是圈外之人。 从而看得出来张柏芝真的走出来了。 这些年为了能够好好抚养小孩都没有找男朋友,众网友纷纷留言与谢霆锋告知谢霆锋这个消息。 想知道谢霆锋又该做何回应呢?然而谢霆锋却说张柏芝身边从来缺过男人这样的回复到底包含着什么意思呢? 难道一直在我们大众面前一直做出一副单身的样子是个假象吗? 欢迎订阅理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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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徐光星 订阅,徐光星 订阅 订阅 订阅,徐光星 订阅 订阅 Emin sehen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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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